行基地產012市值1000億元去年10月低位19元現價20.65元 廖章考驗去年低位新鴻基地產016與新世界法017區已跌破去年10月低位 1.行地上月22日中期業績公告指6月底淨借貸779億元 正借貸斜線股東資金比率24% 同日,行地有借款600億元來自控股股東 李兆基私人擁有的行基財務 若然此600億元並非來自大股東,而是來自銀行 或此600億元計入借貸中 則行地的正借貸為1379億元 正借貸斜線股東資金比率為42% 高於其他港資地產股平均數 2021年底,行地只有30億元借款來自大股東 去年大增 明顯是以大股東的借款支付2021年 購入中環新海濱地王 2.2023財年 12月年結,上半年 行地營收103億元 按年升8% 順利59.57億元 按年升25% 盈利增長 只是因為增持陽光房產基金 435 將對方的身份由投資變成聯營公司 產生非現金盈利15.91億元 不計此項盈利,上半年業績實際倒退8% 上半年投資物業公運值 只降1.09億元 去年同期增0.37億元 全年盈利預測99億元 EPS2.05元 升7% P10.1倍 不計水分 增持陽光房產盈利 預測賺83億元 EPS1.71元 P12.1倍 3.今年6月底 恆地NAV總額3243億元 每股NAV67元 PB0.30倍 相對於過去6年平均0.54倍 恆地2017年中以232億元奪中環美利度地皮 每平均尺樓面地價5萬元 2021年秒以508億元奪中環新海濱地王 每平均尺樓面地價31462元 至今未撥減值準備 假設平均跌價20% 則減值148億元 每股NAV由67元降至63.9元 PB0.32倍 4.恆地市中環商下第二大業主 第一大市香港置地 升州HKL 市值607億 指及恆地的六成 股值殘德不堪PB僅0.24倍 正是小者當作丫鬟賣 恆地PB較置地有頗大日價 5.2019年5月 李兆基以90之零由主席之位退下 最後一任主席收籌金2258萬元 退任後迎任執董 2022財年收籌金2160萬元 較最後一任主席指約減100萬元 公司去年四次例行董事局會議 全無出席 兩位摩公子李嘉杰與李嘉誠 同任聯任主席 各收2320萬元 指教李兆基高出7% 2160萬元對小股東當然是大數目 但對持股72.5%的李兆基只屬稅銀 過去10年 李氏收取恆地的股息 共高達500億元 亦難怪可以輕易將幾百億元 借與恆地買地王 恆地現價20.65元 後18.5元吸納 目標22元 Jeffries9月看26元 摩通9月看24.5元